耶誕節剛過各地都辦了非常多的耶誕活動 那麼首先我們要帶你來看到了 就是由富邦仁壽所舉辦的聖誕老公公到你家的活動 那麼這個活動是由富邦仁壽的員工們辦成聖誕老公公 將父母們事先遞交的禮物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那麼這一次總共有100多組的家庭報名 因此在耶誕節的前夕 富邦仁壽的員工們可以說是忙翻天 那麼除此之外 他們還特別親自購買禮物送給雷特市政 並有關懷協會的罕見病童們 那麼接下來就帶你來看看他們送禮的畫面 滿滿300多份耶誕禮物 堆放在富邦仁壽 富元新莊去辦公處 這些禮物都是爸爸媽媽們的愛心 將透過最夢幻的富邦仁壽 聖誕老公公團隊親手交到子女手上 我們這次辦這個活動是希望能夠敦親牧林 然後給小朋友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爸媽可以把想要送給小朋友的聖誕禮物 拿到我們門市來 到時候我們會辦成聖誕老公公跟迷路 送到家裡面去讓小朋友有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由富邦仁壽的員工所辦成的聖誕老公公團隊 要在耶誕節將禮物送到小朋友家中 這次總共得跑100多個家庭 我知道富邦仁壽在今年有辦這樣子的活動 那就希望就是可以給小朋友多一個聖誕的一個驚喜 除此之外富邦仁壽的聖誕島公公團隊 還特別來到位在板橋的雷特市鎮 並有關懷協會 嗨 我們是富邦仁壽 我們今天來送禮物給小朋友 大家開不開心啊 太開心 嗨 太有意義了 並且親自購買禮物送給這一群 介於自閉症跟腦性麻痺的罕見病童們 我們現在要送的是那個雷特市鎮的小朋友 那因為他們其實可以透過音樂來做一些練習還有治療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個有敲擊的聲音 讓他們平常日常都可以用得到這樣子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準備了 因為現在是冬天嘛 所以我們還有準備一條圍巾 讓他們可以在冬天的時候 也可以感覺到溫暖這樣子 聖誕老公公團隊所帶來的貼心實用禮物 讓雷特市鎮並有關懷協會的家長們 都覺得相當感動開心 心情很開心 然後小朋友也很快樂 然後看到這麼多聖誕老公公 薑秉仁這些 非常謝謝 非常感謝富邦仁壽的復原分處 吳經理還有他的夥伴們 非常非常的有愛心 特別到聖誕節前夕 到我們雷雷家族北區的聚會的活動現場 送給我們小朋友 音樂的玩具 每個小朋友都有三樣的玩具 有手要靈 靈骨等等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真的是非常有愛心的一群富邦的夥伴們 謝謝他們 這些一群富邦仁壽員工們的努力下 讓很多小朋友 可以真的從聖誕老公公的手中 收到聖誕禮物 可說是度過最夢幻 但卻很真實的聖誕節 除此之外還可以參加聖誕著色比賽 以及活動摸彩 聖誕系列活動豐富精彩 正代表著富邦仁壽 積極回饋社會 服務人群滿滿的愛與關懷 以上新聞記者 新莊採訪報導